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断送自己的一生 有的因为年少无知 加之受人蛊惑 最后走上了犯罪的不归路 在这些女性死刑犯中 有一个长得尤其漂亮 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美死刑犯 他叫陶静 被处死于1991年 而最名是贩毒 陶静打小非常乖巧文静 处于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的那种 如果那时候网络发达的话 他可能会成为我们现在所说的网红 那么陶静是怎么触犯法律的呢 陶静高考的时候因为落榜了 无奈之下的他只得回到老家的一个县城 刚开始他在一个理发店学习理发 后来他自己开了一个理发店 那个年代 政府对边境的管辖相对来说比较松散 当时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发展经济上 因为这些客观原因 导致当地的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谋取暴力 开始走私毒品到国内贩卖 当时陶静所在的这个小县城因为靠近边境 所以一些毒贩经常光顾陶静的理发店 其中有一个信仰的毒贩 十分迷恋陶静的美色 从而疯狂地追求陶静 这个时候陶静还不知道姓杨的是干嘛的 而陶静也在杨某的爱情公事下沦陷其中 不明所以的陶静开始河南有意见陶静 而经常跟杨某一起开房的陶静 终于得知了这一真相 只是这个时候的他已经没有办法回头了 杨某对年少无知的陶静进行了欺瞒 然后脸孔带片地交汇了陶静吸毒 染上毒品后的陶静几乎彻底沦为了杨某的玩物 杨某就通过花言巧语 迫使陶静和那些吸毒贩毒的人员睡觉 从而招揽商议 后来为了方便 还给陶静带上了地运环 并告诉他这都是为了他们两个的将来所积攒的钱 当时陶静的心信不疑 在杨某的教唆之下 还走上了贩毒的道路 但由于没什么经验 他在第一次运毒时 就被警方给抓获了 由于陶静运的毒险量很大 经过审讯 警方宣布判处陶静的死刑 在执行死刑之前 陶静气不成声 他的家人也都到场 临死前 陶静提出一个奇怪的请求 他希望将体内的毕业环 取下再执行死刑 警方最后同意了他最后的请求 还有一个叫叶乔的女孩 她父亲是常年在外打工的 平时对她的关心也很少 母亲则天天炮 在麻将场里很少回家 即便是回家也是输了钱 心情不好 对他一阵拳打小踢 之后出去再打麻将 所以从小叶乔就没有体会过幸福是什么东西 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中 没有了一个灯塔指引他 从而让他逐渐堕落下去 因为没有父母来管教他 所以叶乔觉得上学也没有什么意思 索性就出了学 踏入了社会 被警理想 他年纪很小 又没有什么工作社会经验 更没有很好的价值观 来让他进行选择 后来他认识了很多依靠买卖毒品生存的人 所以他就和他们走在了一起 他非常的聪明 很快就在这个卖毒品团伙中闪闪发光 又是一个长相甜美的女孩 所以年纪轻轻的 他就成为了这个团伙中的第二把交易 不再过苦日子 尽管有着花不完的钱 但是他还是觉得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 心里仅存的一点点良知告诉他 这样做是不对的 他想要逃出这片苦海 回到正常的生活中 做一个粉粉粉粉的人 但是他的计划 还没有实施就被发现了 集团将他抓回 他受到了非人的虐待 在无尽的绝望中 他又剖鞋了 又开始对集团做启示 不过这个团伙最终还是被警方发现了 他和所有人一起被处死刑的时候 他哀求警方让他再见一面自己的父母 让他再好好的洗一次澡 因为他觉得自己实在是太脏了 警方由于从安全方面考虑 最后拒接了叶桥的请求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